五日正要來到 昇華市英雄社區為了慶祝五日前 並且關懷社區裡面六四家庭 十四和基本關懷六四端午中飄香的活動 邀請社區這天把肉掌 送給社區裡面六四家庭 現場當時有理論好理共有 選擇親住蔡尾活動 提早歡迎五日前 昇華市英雄社區二天 一陶早就開始生長休仔和差長了 由社區二天來拔肉掌 昇華市英雄社區一年五日前 都會基盤拔肉掌關懷六四家庭的活動 今年是選在雷十四和來基盤 一陶早 社區媽媽就開始生長休仔、差長了 昇華市英雄社區立書上表示 這幾年來在社會又會贊助之下 讓這項活動是越板越大 讓社區裡面六四家庭 可以在社會關懷 今天是慶祝五日前 對 社區關懷 弱勢的一個榜仲活動 然後有很多民代都來登場 及建築很多的資源 我們非常感謝 這個活動非常有益 希望以後 社區及民代們 來共同來繼續的把這個活動延續下去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都做百貨多少 五千三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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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送到什麼 我們社區的七十歲的長輩 及商場人士及弱勢的一些比較 家庭比較低收入戶 我們都會普遍的去送到家裡 今天是我們永方社區 在慶祝端午節 我們提前慶祝端午節 來關懷一些弱勢 還有我們社區的長輩 我們今年的 李市長剛出爐的 很關心社區的長輩 今天特地把長輩都邀請出來 七十歲以上我們社區 現在有很多的活動 社區長輩也要做關懷 記得我們李市長是很關心我們社區的 所以今天特地把那些長輩都邀請出來 七十歲以上都有六顆種子 給他們分享我們的關懷 這次英雄社區準備要包五千多顆肉粽 所以社區今天是總統完 一早就來到社區幫忙 餐餐跟餐廳的麵代表也做回典型卡手 每年都來永方社區參加我們 綁肉粽的活動 今年特別熱鬧的是又 增加了一些小孩子的親子彩繪 然後能夠讓我們整個社區 不管是老少都能共融更和諧 那所以由此可見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的李市長 還有我們所有社區裡面的幹部 還有李長們大家的用心 把我們的社區整個融合在一起 讓一個成為一個老少共融的社區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大概相信很多居民 其實很久沒有參加活動了 我們李市長秘書在努力之下 我們希望透過端火節的活動 把愛心送到每一個弱勢長者的手中 我們也很感謝李市長 很認真很努力的在營造我們的社區 我們一定會共同讓永方社區 來越來越好 在這裡有肉粽可以吃一碗 現場還有基盤李董 好理公友 選擇請助蔡偉瓦東 並且給小朋友提揚把肉粽 提早還到後來 新中華新聞 貝貝林俊華 彩虹伯德